音乐 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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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地方中 奉献祢 向我的弟兄 宣扬祢的圣名 阿雷路亚 应父及此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继续跟你可能我对话 今天耶稣也提到光的问题 光和黑暗的问题 这个跟我们上教会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上教会 就是为了接近光 我们接近光是为了看清楚自己 自己的缺点 我们才可以继续悔改 接近天主 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的缺点 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今天的圣道离开时 我们也求天主 宽恕我们 基督你封密来拯救忏悔的人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愿亲爱的天主 祝我们圈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慈悲的天主 你圣子的愉悦凹击 使人类恢复了原有的诸年 也获得了光荣复活的希望 求你使我们每年以全身的信仰 庆祝这救赎凹击 也能不断地以爱的的言行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 表现出来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攻读宗图大事录 那时候 大司机和他的同党 萨杜赛人 急恨舔凶 下手拿住宗图 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里 夜间 有上主的天使 打开了监狱的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 站在圣殿里 把一切有关生命的话 都讲给民众听 他们领了命 天一亮 就进入圣殿施教 大司机和他的同党来了 召开公议会 就是以色列人的众长老 差人去监牢里 把宗徒们提出来 差一来到监狱 找不到他们 便回去报告说 我们看见监狱 官所牢固 卫兵也站在门外 但一打开门 里面找不到一个人 圣殿警官和司机长 听了这些话 非常纳闷 不知道 究竟出了什么事 忽然有人 来向他们报告说 你们压在监狱里的人 正站在圣殿里 教训民众 圣殿长官 就同差役 去把他们带来 没有用武力 因为怕民众用石头 打他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我要时时 在美上主 我的口舌 不断赞颂上主 我的心灵 因上主而自豪 谦卑的人听了 也必欢悦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请你们同我 一起赞扬上主 让我们齐声 颂扬他的名号 我寻求了上主 他就应允了我 他就我脱离了 一切恐惧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你们仰仗他 就会喜行余色 绝不致满面羞残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在那敬畏上主人四周 由上主的天使 扎迎护手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美善 投奔他的人 真是有福 卑微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运 天主这样爱了世人 竟然把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使所有信他的人 获得永生 阿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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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心灵同在 共读圣若望福音 卓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告诉尼克特摩说 天主这样爱世人 竟然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使所有信他的人不知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 不是要审判世人 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的救 信他的不被定罪 不信的已经定了罪 因为他没有信天主 独生子的名 审判就在于此 光明来到了世界 世人却爱黑暗胜过爱光明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的确防作恶的都憎恨光明 也不来接近光明 怕他的行为彰显出来 然而旅行真理的 却来接近光明 会显示出他的行为 是在天主内完成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徒我们在祈祢 今天的读经意就是 宗徒们被抓了 然后压在公共居留所的故事 后来天使显现 也打开监狱的门 让他们让宗徒们出来 可是同时天使给他们一个使命 就是不是要回家休息 以后你们累了 先睡一下 不是 天使说你们要去圣殿宣传福音 继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 这个故事有象征性的意思 很多的圣经的故事 有象征性的意思 这不只是两千年前所发生的故事 然后我们我知道了 这个故事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也要寻找自由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 你不要认为有一天 我会真的自由 就是不会有人限制我 然后我真的想做什么就可以 其实这个还不算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 就是比如说耶稣这种 他的态度这种的自由 还有圣人的自由 比如说圣保禄他虽然最后在罗马被囚禁 在监狱里面 可是他还是自由的宣传福音 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 我们可以别人真的可以控制 可以限制 可是我们的心 我们可以决定 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 是我们自己决定 然后我们 我们可以决定我要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 我没有办法 我帮助教会做什么 我不会 我是年纪大了 没有力气 那至少我们可以祈祷 我卧在家里生病了 还是可以祈祷 我也想到我以前 我还没来台湾 那我们入圣言会 就是为了到国外去传教这个目的 所以我还没来台湾之前 我用我的想象力 我到国外我要这么传教 我希望很多人会听我讲的道理 然后他们会悔改 然后领袭加入教会 其实这种的事 我在台湾比较难 比较少见的 不过我还是可以 我还是可以跟一个人讲道 跟一个人讲道也不错 其实我常常浪费这样的机会 我本来期待几百个人 来听我讲道 结果有时候也没有时间为了一个人 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继续寻找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就是天主 是天主可以给我们 希望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态度 无论别人对我怎么样 无论我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还是可以帮助教会 我们继续为整个教会 特别是为教会的福床工作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深重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建议祢的旨意为主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 全力 全意 全力 向爱你 我们决定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徒马利亚 其诸圣人圣女的同样 终生去奉你 主请祢的宠爱 目于我们的身心 愿求祢生于我们的 祖母 家人 既有及见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我们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力 永生的天主 求祢配赐我们圣神的恩赏 求祢把恩赐些的恩惠和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切信用的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 求祢是一切信仰祢的人 捐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幕 并使身为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伯海灵 愿祢的旨意 同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自由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有祸 但求我们与修乐 阿们 愿天主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里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 请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小鹿 为你是我叫主 我爱你之间 你还是我的一失良 我爱日永远 为你是我上主 生命之主 我歌颂你欢呼之主 生命之主 愿爱其主公平 主爱庄存 既希望与生主 心好上主 欢喜与主持内 全心回向他 愿向万物之主 宽肠 生命之主 优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